还有一个老同修最近老师梦着多次梦到吃梨 就是那个水果的那个梨 吃梨啊 分梨啊 是分梨 看看吃梨的话总是有点分的意思呢 他自己认为是说肺不好 因为师傅也说他肺不好 老实话首先 师傅让他自己多吃点梨 他就这样讲 他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如果肺不好的话 前面一定要有铺垫的 比方说他说他觉得肺不好 他在梦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梦境跟肺有关系的 然后他在梦到梨 那么可能是叫他吃梨 一般像这种情况 菩萨不会说直接叫你吃梨啊 给你一个水果看到的 这种梨嘛就是一种浴室呀 梨离梨还不知道啊 离婚离开 离意 嗯 还不懂啊 都不是个梨啊 懂 好了 那是指他自己本人要和某些事情 某些事物或某些事物或人离离 分离吗 分离啊 就是这样 是跟他的事物有关吗 不知道 老同修 不知道 好好的念经吧 反正这些都不是太好的梦 明白了吗 嗯 好 那我不让他听住 你吃到其他的水果 食他的东西就好 离不行 嗯 好了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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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